好 经期不好 赚的不多 但是花费却越来越多 但是在花费当中我们看到最大宗的应该就是房租了 现在有便宜可以抢就是台铁和台电的员工宿舍 他们都在精华地段低价出租 租金比一般行情便宜三到四成 别小看这三到四成 一年下来至少节省七万元 而台铁的宿舍提醒你他物领老旧会有漏水的问题 别的房子这个楼层越高景观越好租金越贵 他刚好相反 因为他的高楼层会漏水 所以越高的楼层租金越便宜 陈先生跟朋友合租刚刚搬进这栋台铁出租公寓 他说比较多间台铁租金最吸引人 他都有整理过 然后都还不错 就是请朋友找的 三房一厅嘛 一个客厅嘛 餐厅 如果说餐厅可以啊 对 然后两位嘛 台铁当包租公 出租员工宿舍 但民众真的省到吗 帮他算一算 以这间位在中校西路三段精华地段的公寓 三房一厅两位 一共二十 我的租金是附近一般租屋行情两万一的三到四成 不过老旧公寓有漏水问题 如果一年省下的租金再扣掉民众花钱抓漏 一年省了七万 租到还算是赚到 没有是呢 像这样子的老旧的台铁宿舍因为会漏水啊 所以呢 是逐层租金递减 而且每一层就差了一千块钱 看屋人去是有比较多一点 比方连在出租的时候有比较多啦 西级拜拜 民众眼光瞄准的精华地段低价标租的 还有这栋位在中校东路六段的公寓 前身是荒废十年的台电宿舍 经营全外租后 摇身一变成了女子单身公寓 一楼有24小时保全 套房内附加具 租金八千包水包店 民众乐减便宜 四层楼七十间房全数珠光 从台铁到台电老宿舍活化利用 年赚千万租金 俨然成了赚钱金积母 今天台北综合报道